DSE N1卷的04年第3题 这里讲讲一条curve 它的slope of tangent dy dx 就是这个 固着2x-1 over x 的三次方,x是大过0的 就有一个point peak 是15,在这条线上面 叫我们找 equation of tangent to s at t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找 dx 就是point p 就是代表 x等于1 就会有这个 2-1的三次方,1 之后 equation of tangent 就是用point slope form y-5 除了x-1 法解形 y等于x 加4 a part 就是这样做 b part 其实b part 就是一个bylomel 就叫我们 将这一块 乘开去 这一块其实就是dy dx 来的 乘开去 当然就是 用bylomel theorem 三次方 所以是133 1 1 3 3 3 1 1 留意 我会把正符号 卡拉卡拉 寫 正 负 正 负 这样寫 因为原先这个bracket里面的正符号是负 是减来的 所以这些正符号一定会是由正开始数 正负正负正负的数 ok 然后当然我们就要慢慢逐个拆开它 这个第一个就是8x的3次方 之后这个就是减12x的1次方 就再加回 6 over x 最后就是减1 1over x的3次方 其实他们那些x的次方 会是 不断递减2 3 之后到1 1之后到负1 负1之后到负3 这样 这个就是 b1的答案 最后part b2 就是找回s原先的equation 那既然我们知道 就是b1的时候 我们已经乘开了dx d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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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样 要找y 那当然两边 做个integration 两边in 那其实呢 本身最好呢 这个term 就写成为x的-3次方 那就会比较少少少 好 如果是的话 答案呢 就会是 8 除4 x的4次方 减12 除2 x的2次方 加回 6 6 x 加回 x 乘2 正2分之1 就是 因为这是indefinite integral 所以加回 c 好 先化解一下 就是 2x 4次方 减6x 2次方 加回 6 log x 加回 1 over 2 x 2次方 加 c 下来 最后呢 就是要找个constant c 而要找个constant c 那当然就是 要用回 提目给了 但是一向未用的 point p 是 15 说明15 就是 在一条线 s上面 所以当然就会带回 下去 而最后呢 其实呢 c 我记得是17 over2 所以呢 y 当然是照抄一次 只不过 c 就不再是c 而是 17 over2 而其实最后呢 可能阿棠会问 其实你做indefinite integral 的时候 那一处 和那一处 那个logx呢 其实需不需要加 absolute value呢 因为如果看公式的话呢 其实本身呢 这个呢 这个呢 in 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是absolute value 保证了 那个 里面的馅 那里面的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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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正数的 因为 log的domain是 x大过0 那你问我的话 我就说不需要 因为其实呢 题目右到尾的那个 x考虑的范围呢 都是x大过0 所以呢 就保证了 那里面的馅 就不会是负数 或者不会等于0的 所以答案就是这样的 所以答案就是这样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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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